董事们 大家好 龙哥开始 嘎赛舞 好了 天气不是很好 龙哥入场 今天其实很简单 一会儿要出门 要去买东西 很多朋友说龙哥整天就看你买吃买喝 也不知道你每月在日本的收入是多少 这个问题其实很私人化 很隐私的 其实也没必要隐瞒 龙哥的工资也不是很高 也就在25万左右日币 15000块人民币一个月 那么这点钱到底在日本花销够不够每个月 我觉得差不多够吧 我反正除了超市买买东西 买买自己吃喝 朋友聚会稍微花点钱 其实也没有什么废物 家庭开支就是油盐酱醋 水电煤差不多也不是很多吧 反正日本的水电煤好像你不用的话 它有一个起步价 你每月不用可能也要交个1000多日币 其实生活的还是蛮宽裕的 不是很紧张的 也所以龙哥可以有自由自在的这样跑来跑去 别的人还要每天为生活而奔波 龙哥不需要担心这些东西 龙哥该奔斗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现在应该停下来好好地享受一下自己的慢生活 那么今天首先要感谢一位上海朋友 从进港回来之后给龙哥带了一点当地的美食 也知道龙哥要生日了 所以他提前帮我送来 昨天送来之后即刻就走了 他很自觉说外出了 所以回家要好好隔离 先不来我这边 过几天隔离结束之后呢 想和龙哥约茶 这多好 太有幸了 那他帮龙哥带来了什么礼物呢 给大家看一下 Happy Birthday 春华堂 这是日本的一个老字号的点心店 这家点心店最出名的是什么 蝴蝶酥 我这个很久没回上海了 上海的国际饭店的蝴蝶酥 那是上海呱呱叫的产品 我已经很久没吃蝴蝶酥了 所以呢 他就帮我买了蝴蝶酥 作为手办理送给龙哥 作为生日礼物 我在这边非常的感谢您 让您破费 非常谢谢 然后呢 它里面呢 我没有拆开 为了要拍视频 我没有提前把它拆开 那像这个什么上面写的 VESOP 我开始以为是不是香水或者酒类的巧克力 后来他说这个蝴蝶酥里面含有可能威士忌酒类的味道 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近一点给大家看一下 VESOP 感觉蛮高大上的 不过它的保值期也不是很长到12月10号 也就是说8号生日我要在10号之前要把它吃掉 它上面写的是赏味期限 就在这之前吃的话味道更佳 赏味期过了呢 也可以吃 不是保值期过了 赏味期和保值期是不一样的 赏味期过了之后呢 它的味道可能会下降 在这一段时间内吃的话呢 味道风味更佳 是这个意思 还有各种各样的味道 然后大小B 然后我感觉 真的很漂亮 它的包装很精美 日本的手办理的包装呢 一般都非常的精美 然后应该是这样吧 看得清吗 它衣盒呢 里面呢 我怀疑不是很多 一般手办理呢 日本的包装是特别的漂亮 都帮你包装好的 包装好之后呢 还给你一个装卖店的口袋 然后呢 你送起人来 把枪吊也有 是吧 再次感谢啊 谢谢 谢谢 那么一会呢 我们喝点水 喝点水之后呢 带上钱 带上钱 去买点自己的 吃吃喝喝的 花不了多少钱吧 也就买点 买两桶牛奶啊 或者怎么样 这点钱够了 睡影小飘飘 十五到家里 是吧 那么天气呢 一下子呢 变了阴了 早晨起来呢 它还是阳光灿烂 听说呢 今天晚上开始下雨 一直要下到下周的周末了 下雨之后呢 可能温度会急剧下降几度 气象台是这么说的 那么我觉得吧 反正我也不太出门 就在家里待着 那么 先这样吧 好吧 现在我出门 出门去买点东西 其他其实也没啥 今天最主要的这一集视频呢 就是要感谢这位朋友 帮我送来了 蝴蝶树 这是日本产的蝴蝶树 不是上海的 它也就是让我常常先 很久没有回去 就是这个意思 好吧 好了那龙哥先出发 好吧 出发之后在外面 我也可以为大家拍摄一下 各种各样的点点滴滴 然后回来之后呢 编辑 制作完成之后呢 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点赞弹幕 鼓励一下 非常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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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来个大感谢好不好 色山雕的大感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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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不闹了 走了 哈哈 好 姐姐 好 这两只大口太大了 伯爷们好,兄弟们好,大家好,大家好。龙哥现在出门买点东西。 呃,坤在路边那个吸烟的地方抽一支电子烟,抽一支烟。今天因为外面天气不错嘛,想出来走一走,然后跑到那个宠物店这边待着。 呃,明天开始下雨,要下到下周五,所以呢今天赶紧出来晒晒太阳,走一走,看一看。 有啥可以买的,那后两天下雨天我就不出门了。 差不多今天蛮热的吧,有18度了好像今天。明天下雨,可能下午就开始了吧。 下雨可能温度要下来几度,这是这边的气象预告说的。 那么后两天呢龙哥有约茶课,有人预约要喝茶。 那么嘉宾呢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人物,呃,龙哥不一定会现场拍摄。 考虑到别人的饮食,就不去拍了最多拍拍喝茶的一个场景,人物没有。 再后两天呢,关于那个另外买的一套公寓进行后期的装修。 装修完了之后呢,准备往外租。 所以这个星期的日程排的满满的。 那么也有可能在下下个星期呢,龙哥准备要去南山,京都,去看看枫叶。 朋友从芝鹤县,芝鹤县好像是哪里啊? 嗯,琵琶湖那边吧,她家住在那。 是龙哥认识的一个女孩,非常,非常怎么说呢?非常热情,也是上海人。 然后她说,龙哥没事,我正好休息,你们想去哪里玩?我带你去玩。 哎,我说行啊,那我想可能去看看京都,然后再去看看那个你住的地方。 那个琵琶湖那边,靠近芝鹤县那边去看一下。 顺便去也去考察一下那边的地形。 土地啊,关于这个怎么样,风景好不好啊,靠湖进不进啊,一些考察吧。 啊,工作娱乐两夫,龙哥永远是这样。 在日本抽烟就这个样子,必须得找到一个抽烟点去抽烟。 都很自觉,人人都很自觉啊,不管年老的,年轻的,中年的,啊,女人,女人也抽烟。 这边女人抽烟好像蛮蛮多的,很多人都抽烟嘛,女孩子也抽烟。 不过他们都抽这个电子烟,啊,一般都抽这个烟。 这个烟在日本现在很流行,非常流行。 呃,相反这个真正的这个烟,没人抽。 现在很少有人会去抽烟了。 吉山例外,吉山他是一天要抽两包万宝路,我也劝过他。 这个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我劝一次就可以了。 他不愿意的话也就算了,如果他愿意,啊,我要,龙哥我要戒烟了,行。 龙哥就买一台这个机器给你用,啊,香烟你就自己用。 机器我来帮你买。 嘿嘿嘿。 好啦,我先拍到这里,后面去哪里拍,我到时候看,有什么在拍就拍,好吧。 啊,我觉得先这样,我先进店里看一下,呃,猫咪的一些笼子。 因为另外一只,那个元宝要过来。 好,第七个猫要过来。 现在在烟台隔离,啊,隔离完了之后从烟台直飞打板。 所以我要帮他先提前,帮他的一些东西先买好。 因为这只猫太大了,是那个免婴猫和那个傻猫猫的一个配种,啊,混血。 所以,呃,先做一做功课。 他要吃,吃点什么,这边有没有,先看好。 先吃吧。 正不是 2 2 3 3 4 5 語像 跟 scholarships 看 보면 i know you 这个是高架桥下的停车场 大家看一下 日本人的空间利用是非常厉害的 像我们国内 我们国内的高架桥下面全是绿化 绿化带 搞绿化有啥意思呢 又费钱又费时又费力 又浪费空间 国内停车场非常的紧缺 那像这样的高架桥下面 搞搞停车场 缓解一下室内的停车问题 这该多好 我们中国也可以借鉴一下 好了 现在龙哥去买东西了 刚刚从那个猫舍出来 帮猫咪买了一点东西 现在去看一下蛋糕 这些许多高架桥下的 揺れながら 首席 ホイル戸でも 是小区的這種 住行道裏面買吃買喝的 也不是什麼高大上的食物 都是一些民間的食物 是買料理筷子 現在都在打折 人群還是滿旺的 小花店,小雜貨鋪 花椒,花椒,沖繩的 這是紅糖,純自然的 手機片 這家是新開的肉,單波 在京都吧 京都的烤肉就是上次龍哥過來拍的 現在已經裝修好了 現在已經在開始賣肉 這邊有 哇塞,這邊有 小雞腿,小雞翅 還有雞大腿都帶骨頭 太棒了,還有那個什麼 雞肝呢 這是雞肝 雞鎮 雞 肚子裡的東西 還有各種雜物 哇塞,鴨子也有 哇 花椒 這可以買點回去燒了 鴨脖子 一根三十塊人民幣 多便宜 在日本沒人吃 好啦 龍哥現在打到回府來 這一逛一門 大半天美 回去還要給大家做視頻 還要燒菜 哎呀 累死了 哎呀 那就 結束今天的視頻吧 分享生活是一種快樂 我是龍哥 感謝關注美日動畫 我們下期見 拜拜 來 在外 董事們 龍哥突然間看到一個花架 這花架是花梨木的 很漂亮 我喜歡那個當中一個 最小的沒派頭 最大的蔡日式 當中那個有點 大家看一下有點那個 中式的感覺 它價格也不貴啊 便宜啊 八千多 太爽了 考慮一下 真正的 天啊 你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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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